北约给乌克兰下达战令 美军要后方督战 普京直接干到北约家门口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来讲讲 北约极限施压俄罗斯 普京重拳干到北约家门口 俄乌冲突已历时四个多月了 随着俄军在正面战场逐渐取得优势 乌克兰军已经呈现出溃败的态势 甚至乌克兰内部频频传出向俄罗斯求和的声音 作为这场俄乌冲突的幕后黑手北约 当然不会接受冲突就这么草草搜查 更加不会允许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 毕竟这是削弱俄罗斯国内的最好机会 近日北约明确告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北约将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俄乌冲突也只能在战场上解决 乌克兰军必须尽快寻找反击俄军的机会 这如同战争命令般的言论 让泽连斯基又喜又悲 喜的是又可以从北约那里获得大量的武器装备 让快要崩溃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 悲的是本就处于巨大劣势 北约却还要让自己寻找反攻机会 这无异于在以卵击石 当然这位乌克兰总统深按表演之道 完全可以欺上瞒下 先把北约的援助忽悠到自己的手上再说 但是北约的老大美国却打破了 泽连斯基的幻想 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上宣布 美国将全方位的向欧洲部署军队 虽然美国的目的是想通过增兵 重新掌握欧洲的局势 也想通过俄乌冲突 寻找机会去占俄罗斯的便宜 但是美国这样的做法就会形成一个局面 到时候美军就如同在乌克兰后方诸战 肯定会十分清楚乌克兰军的一举一动 甚至不排除一旦乌军有卫战的行为 美军会做出杀一惊百的事情来 北约与俄罗斯的矛盾 本就随着这场冲突在不断加剧 如今几乎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 北约如此激进的行为 俄罗斯当然不会有任何的退让 果不其然 普京又挥出了一记重拳 据可靠消息显示 俄罗斯海军准备向北约边境派遣 携带核武器的战舰以及潜艇 看来此前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所说的 俄方将会对北约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 这番话并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俄罗斯准备真正干出这件事情来 不得不说 俄罗斯确实不愧于有着战斗民族的称号 竟然要将核武器直接摆在北约国家的家门口 在如今这么敏感的局势下 千万不要认为俄罗斯没有动手的勇气 毕竟普京曾经说过 如果没有俄罗斯了 还要世界干什么这样的话 俄罗斯是敢克北约于死网破的 现在问题回到了北约以及美国手中了 如果放弃此前的计划 那么局势必然会缓和下来 当然免不了会成为国际舆论的笑柄 但是至少可以躲过一劫 反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 那么未必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现在北约与俄罗斯都在豪赌 最终的赢家会是谁呢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